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接着讲郭文贵的问题 郭文贵他爆料王岐山 可以说高潮是一个接一个 当然王岐山他也不是死牛的灯了 他通过国内的媒体对郭文贵进行一系列的反击 现在双方又把他们的战场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 包括一些外国媒体 他开始对海航集团的股权问题发生了质疑 而且中国黄燕副部长要到美国来控告郭文贵 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到有一点现实版的政治大片的感觉 在这个里面是紧张和高潮是不断的涌现出来 我们大家看到这里心中肯定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什么呢 就是郭文贵PK王岐山最后的结局将会是怎么样呢 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先插话说一点关于刘成杰他爹是谁的问题 现在网络上是疯传说是刘成杰他爹是习近平 因为刘成杰的脸型和习近平长得好像比较像 用这种脸型像不像的推理方式那是不科学的 因为父子之间有人继承父亲的基因多一些 所以长得就像父亲 有人继承母亲的基因多一些 长得就像母亲 那么就不像父亲 所以我们从这个脸型的相似性啊 我们不能判断他这个父子关系 这里呢我们就看几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大人物 他们的这个父子照片的一个对比 我们先看这个刘成杰和习近平的对比 他们两个人的脸型呢 就是似乎好像真是有点相似的 那么再看这个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和习近平的对比 他们两个人的脸型啊 的确就是比较相似了 再看蒋经国父亲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对比 他们两个人的脸型相差是比较大的 不是太相似 再看毛岸英的父亲毛泽东和毛岸英的对比 他们两个人的脸型相差也比较大 也不太相似 最后再看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和薄熙来的对比 他们两个人的脸型相差也是比较大 也不是太相似的 所以说呢我们根据这个刘成杰和习近平的脸型相似 来判断刘成杰是习近平的私生子啊 这个完全是不科学的 好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啊 再回到我们讨论的这个郭文贵PK王岐山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郭文贵PK王岐山他最后的结局将是怎么样 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叫做可能性分析 就是分析一下郭文贵PK王岐山 他将会有那么几种的结局 我们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郭文贵PK王岐山 双方啊各自会有四种可能的结局 也就是说郭文贵可能有四种结局 那么王岐山他也可能有四种结局 先看王岐山的四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啊是王岐山大胜 他在十九大继续留任常委 甚至有可能取代李国强当国务院总理 让李国强到全国人大去打酱油 第二种结局是王岐山小胜 他在十九大没有能够留任常委 但是呢王岐山取得了一个可以具有替代性的职位 他可以保持他在中央继续具有影响力 或者呢是王岐山的亲信 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啊 他占有一丁的比例 王岐山可以通过所谓垂帘听政的方式来遥控这个政治局 第三种结局呢就是王岐山小败 也就是说王岐山啊 他在十九大上彻底就退休了 从此就淡出阵戒 从人们的视线中就消失了 第四种结局呢就是王岐山大败 王岐山啊他被作为一个大贪官 被彻底打倒 送进秦深监狱 跟那些被他打虎打进秦深监狱的贪官们 他们就再次又相聚了 我们再看郭文贵的四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呢就是郭文贵大胜 王岐山被打倒 郭文贵在国内被恢复名誉 他被查封的这个财产啊也被追回来了 第二种结局呢是郭文贵小胜 就是说王岐山啊他隐退政界下台 但是呢郭文贵在国内也没有恢复名誉 他被查封的财产呢也没有办法追回来了 第三种结局呢就是郭文贵小败 这就是郭文贵的爆料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王岐山啊他继续活跃在中国的政界 而郭文贵呢却逐渐被人们就淡忘掉了 第四种结局呢是郭文贵大败 他就被作为这个罪犯啊 会引渡回中国 就受到这个王岐山的审 就是他就要受到王岐山他们的审判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郭文贵PK王岐山 最后的结局将会是哪一种呢 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看看郭文贵他叫板王岐山 他凭的是什么样的武器 先看看王岐山他掌握有什么样的武器呢 王岐山他掌握有国家机器 有几百万军队 有几十万警察公安 有几百个电视台报社 这个大型网络媒体等等 还有几十万发工资的网络评论员 就是所谓的五毛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郭文贵掌握有什么样的武器呢 郭文贵他没有一个士兵了 他也没有一个警察 他没有一家电视台媒体 郭文贵他现在用的这个 YouTube和这个推特呢 那他都是免费的这个公共平台了 并不是他专门为郭文贵服务的这么一个媒体 而且郭文贵他也没有这个发工资的 所以网络评论员那些支持郭文贵的人 他都是自发的 也不是郭文贵是发工资给他买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从硬武器的方面啊 这个实际上实力非常悬殊的战斗 我们单从硬武器来看 那郭文贵肯定是必败无疑的 但是在事实上 郭文贵在这场战斗中啊 他不仅没有败 而且还是一个进攻者 郭文贵他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上风 那么郭文贵他是依靠什么样的东西 他来向王岐山发起进攻呢 郭文贵是依靠他的军队 依靠他的警察 依靠他的媒体 或者是依靠他的网络评论员吗 当然这些都不是 郭文贵依靠的是一个软武器 他的名字叫做正义 现在呢 郭文贵揭入王岐山的贪腐问题 经济问题 私生子问题啊 这些都是属于非正义的东西 因此郭文贵现在就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郭文贵的武器呢 他就是正义这么一个软武器 尽管郭文贵本人 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在揭入王岐山贪腐这件事上 郭文贵他毫无疑问是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因此郭文贵PK王岐山啊 他是一场软武器 对抗硬武器的一个不对称的战争 王岐山的优势是硬武器 他有国家这个暴力机器 有几百万军队 几十万警察 几百个网络媒体 几十万网络评论员 但是王岐山的劣势呢 是他的软武器 因为王岐山他的这个贪腐啊 就使他站在了非正义的一边 相反郭文贵他的劣势是硬武器 因为他没有军队 没有警察 没有网络评论员 可是郭文贵的优势呢 他是软武器 他揭入王岐山的贪腐问题 就使他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因此我们讨论郭文贵PK王岐山 他的结局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拷问我们自己 你相信不相信 赤手空前的正义能够战胜 几百万军队的非正义 你认为正义在中国 他有没有市场 你认为中国人相信不相信正义 如果你认为正义在中国没有市场 认为中国人不相信正义 那么你会得出一种结论 如果你认为正义在中国有市场 你认为中国人相信正义 那么你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关于郭文贵PK王岐山的问题 我们后面将接着继续谈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